大家好,我是乐乐妈 力修后是13药最好的季节 对脾胃有很大的好处 不脾氧胃,心筋易肺 可以很好的调理身体 今天就用它来和大家分享一道新做法 特别的美味 快看看怎么做吧 削去外皮之后,把它清洗干净 放到案板上 用刀切成小块 切好放入蒸锅中 用手铺平一些 然后盖上盖子蒸熟 接个时间来准备几个大枣 倒入清水 用手淘洗干净 然后捞出放到案板上 先要用刀切成小块的同时 顺便去合 再切得碎一些 这样就可以 装入小碗中 加入一小包枸杞 搭配枸杞煮出来能更好的发挥滋不效果 先放在一旁备用 再来准备半碗红糖 也先放到一旁备用 香药蒸豆 用筷子一搓就烂 这样就可以了 现在把它倒入大碗中 用一个自己称熟的工具 舀成三药泥 这个样子就可以 现在分扫量多次的加入糯米粉 一边搅拌 这样一点一点加比较好掌握 就不会出现太干或者太稀的情况了 直到搅拌出现这种面絮状后 下手揉面 就揉成这种相对光滑点的面团后取出 放在面垫上 整理后搓长条 搓成粗一点的长条后 对半分开 然后再一起把它搓的细一点 这样就可以 现在把它分成等份的小面剂 把面剂分开一些后 两个一组都放在手心 搓成小汤圆 就这样 装入盘中 全部做好 放入提前烧开水的锅中 用铲子轻轻翻动 防止三连 在水烧开 全开后加入100毫升凉水 再次烧开之后 再加入100毫升 就这样连续三次点水 这样逐出来的汤圆 不破皮 不起皱 非常光滑 第三次点水 长开之后 汤圆全部飘起 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放入凉水中过一道 这样口感清爽 不粘稠 过一道就捞出了 不要泡得太久 装入小盘中 下锅中放入红糖 加入5把毫升清水 用铲子翻动 使红糖融化 红糖水开后 下入大枣碎 枸杞 用铲子翻动 煮出大枣枸杞的香味 然后下入汤圆 煮至汤圆 这样微微上色后 就可以出锅了 装入盘中 把汤汁浇在上面 撒点炒熟的白芝麻 真香点缀 这样一盘好吃的 三药红糖汤圆 就做好了 三药有很好的滋补功效 搭配红糖大枣做出来的汤圆 味道非常的好 Q弹爽滑 用筷子轻轻一夹就烂 非常的软糯 吃到嘴里 偶尔夹到芝麻的那种香 太好吃了 一口一个 吃得停不下来 而且女人吃 经常吃 不仅能补气羊血 还能美容养养哦 喜欢了就收藏 加关注吧 每天持续分享好吃的 我们下个视频见